同学们好 下面我们来学习第三册的第28课了 这就是lesson 28 5 pounds to dear 5磅也太贵 咱们看看到底是怎么贵的事情 这是有关讨价还价的这一篇有趣的文章 首先呢 先打开数到134页 咱们来看一下这颗书的生词和短语部分 动作快些 134页 好 跟老师大声读一遍 read after me where's wares anchor anchor deck deck Silverware silverware Tempt Tempt Bargain Bargain Disembark Disembark Assail Assail Mar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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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cri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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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vor Favor Gesticulate Gesticulate Outreaches Outreaches Thrust Thrust 好极了 这是这个书的生词端语 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看这个书的一些重点词汇 我们把一些知识点先看一看 首先第一个重点词呢 就是这个货物或者是商品 跟老师大声再读下 where's 注意是air不是ire 嘴不要太大 叫air air 后面发z这个声音 再来遍 where's where's 这个叫货物或者商品 这个词呢 后面必须加上一个s 因为它泛指这个货物商品的时候 必须有s 它来自哪个词呢 它就来自于某一种产品 表示具体某种产品 注意呢 这个时候就不能加s了 而且这个时候它是个不可数名词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某种产品 where where 某种产品 但这个词呢 一般用在复合名词里边 一般跟其他词构成一个 复合名词表示某种具体产品 咱们看一下例子 例如说软件和硬件 这是我们跟计算机相关的 但注意都是不可数名词 我们大声录下 saltware hardware 软件和硬件 注意不能说two softwares 两个软件是不可数的 两个硬件也是不可数的 我们到四册里边会出现内存条 memory chip 这是可数的 两个内存条 但不能说两个硬件 这是不行的 当然这个硬件这个词呢 在古代英语中是表示五斤电料 什么五斤产品 什么钢丝 什么铁条 等等等等 这是hardware 在当代英语中 一般可以表示计算机的硬件 但注意都是不可数的 还有呢 你像本文中生死表证出现的银器 银器其实就是指我们的这个餐具 但当代呢 很不幸 它未必是纯银制作的 但古代很多是银制的 我们叫餐具 或者叫银器都行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 逐渐注意字母V出现上牙处下唇 大声来读一下 silverware silverware 叫银器 或者专门指餐具也行 还有我们的铁器 你看也是铁 后面加这个产品 这次就好了 大声来读一下 ironware ironware 这叫铁器 还有跟那类似的 你像瓷器 还有陶器等等的都行 瓷器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 Chinaware Chinaware 这个不能翻成中国货 前面那个C没有大写 瓷器 注意也是不可数的 还有这个陶器 不是小孩很陶器 那个陶器 陶制品 大声来读一下 earthware earthware 陶器 陶罐子 陶碗 等等等等 但注意都是不可数名词 由它构成的名词 都是不可数的 这写作中要注意 不要把它用错 但是如果泛指货物商品 我们用这个wares 就可以了 但是指货物商品 大家可能很熟悉 还有一些词 像goes 还有像merchandise 都可以表着货物商品 这个goes呢 是后面必须加一个s 大家可能最熟悉了 但merchandise 表示商品 又是个不可数名词 所以名词 老是说先看 可数不可数 动词先看 集物不集物 没有把握 一定问问字典 我们分别再读一下 goes 必须加s 再读后面的不可数名词 merchandise merchandise 也是商品 这个在疏忽 练习题就出现了 一件商品用它 只能说 a piece of merchandise 注意不可数 就好了 这是第一个 商品货物这个词 跟老师看到这 下面一个比较重要的词呢 咱们看一看 这个抛锚停泊 又出现这个船了 这英国呀 在岛上 确实这船呢 是离不开的 我们看看 抛锚停泊 这个动词 跟老师大声来一遍 anchor anchor 但注意前面发 后面因为有个 在作怪 因为这个声音 舌根必须拱上去 所以前面发 舌根要拱上去 注意先咧嘴巴 然后舌根拱上去 这个音节在中文中是没有的 再来一遍 anchor anchor 大家还记得吗 我们在25课里面讲过 anchor做名词 本来是表示船上的大铁毛 船上的铁毛 派生意在这当动词来用的 就是抛锚的意思 抛锚 或者是停泊 首先注意这个动词 急误和不急误都可以 把这个船停在某个地方可以 或者船停靠在某个地方 它当不急误动词都可以 咱们分别看一个例子 比如看这句话 they anchored a ship in the harbor 他们把这个船停在了 大家还记不记得25课里面讲过 harbor可以表示港口的 这个港口 他们把这艘轮船停泊在了 这个港口里面 在这里面是急误动词 后面加闭语加船了 使船停靠 可以的 但是不急误动词也行 你看这句话 the ship anchored in the harbor 这艘轮船停靠在港口里面 这是不急误动词 表示船停泊也行 在第二句话中 不用用被动 为什么呢 它本身可以当不急误动词来用 这是停泊 抛锚 在某个地方停泊 可以用它 但是我们说这个 anchor做名词 本来就是大铁毛的意思 所以表示抛锚停泊 还有另外一个习语 你看意思是一样的 叫做cast anchor 或者drop anchor 本来放在一块的 也是表示抛锚或停泊 就相当于动词性式的anchor 能理解吧 因为这个cast 本来可以表示投掷的 哇扔出去 这个drop也是扔下来吗 抛锚吗 往下面扔铁毛 抓住大海底的这个河沙 这个海沙 这个大船就跑不了了 当然这个投掷 英式发言读成cast 美式发言还是读成cast 就好了 我们读一下 cast anchor cast anchor 当然这个cast 不会做动词 一般过去的事 过去分词都是cast 再读第二个 drop anchor drop anchor 也是抛锚的意思 抛锚停泊 那么如果船起航 起航咱们可以叫起毛 把大铁毛拉起来了 这船就能走了 所以这个起航 起毛 咱们有这么一些搭配也行 我们大声先读一下 第一个 way anchor way anchor 这就是起毛和起航的意思 因为这个way 本来表示称什么东西的重量 也要称它的重量 必须把它拉起来 所以这个起毛起航 就way anchor 很好理解了 还有一个叫set sail 也是起航 就是这个布置好了 满帆 扬帆 要起航了 把帆拉起来 布置好船帆 也是起航起毛的意思 我们大声读一下 set sail set sail 这是起毛起航 跟着抛锚停泊 可以把它同时记住 就好了 这是我们对25克 这个名词anchor的一个延伸 在本文中的动词来用 相关的习语 记住就好了 好 这个词咱们看到这 下面一个比较重要的词汇 咱们看一看 引诱诱惑这个词 这个词略有点贬义词的味道 它是引诱某人去做错事 或者做啥事了 我们大声读一下 tempt 吸引引诱或者是诱惑 这个词一般是当起舞动词来用的 引诱某人去做某事 咱们看一看这词的搭配 两个搭配都算对 第一个叫tempt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诱惑某人去做某事 这可以 或者用更正式的 tempt somebody into doing something 也行 因为into doing 就来得更加正式一些 意思是一样的 引诱某人一般是做错事 或者是做一些啥事 就有不良居心的人 引诱他去做 我们看一下简单例子 the serpent tempted Eve to pick the forbidden fruit 这个serpent就是指伊甸园里 那个魔鬼变成的大蛇 这条蛇怎么样 引诱Eve 我们知道Adam and Eve 亚当和夏娃 当时的上帝制造出了一男一女 夏娃叫Eve 那么诱惑夏娃去pick 去摘嘛 摘棉花 摘苹果呀 什么摘草莓呀 这个摘 这个forbidden fruit 才能猜到 就是禁果 被禁止的这果实 上帝说 你们俩人住在伊甸园里面 也不交租金 也没物业费 可有一节 不许采采采采采 采那个苹果 那苹果摘掉了 把你们烘出去 就没地住了 但是这个夏娃呢 受不住这个魔鬼的引诱 魔鬼变成大蛇 摘一个吧 好吃极了 不摘啥子 夏娃呸 给摘了 结果被烘出去了 所以你看这个 被禁止的果实 叫禁果 我们再读一下这个词 forbidden fruit 当然forbidden 读快了之后 forbidden 又是一个鼻腔爆破 李老师多次说过 蹬还有蹬 是鼻腔爆破 我们再读一下 forbidden fruit 这个大蛇引诱下娃 去采摘一个禁果 或者这么说也行 但起一样 the serpent tempted Eve into picking the forbidden fruit 这都可以 这是引诱某人去做模式 两个大肺基础 这个肚子就活了 而且注意一般是做错事 或做傻事 好 这个看到这 还有我们说 勾引某人去做错事 做傻事 还有一些相关的 类似表达 一些近义词 我们是不是讲过 这些也行 lure seduce 或者entice somebody 这一般都叫into了 into doing something 诱惑某人去做一些傻事 甚至反正勾引某人 去做一些不应该做的事 这个lure这个词 大家非常好记 它做名词 本来就比较诱饵的意思 挂在鱼钩上的鱼饵 那个小蚯蚓 挂在鱼钩上 就是一个lure 你听的声音 lure 就像蚯蚓的形状一样 特别好记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lure lure 再读第二个 seduce seduce 再读第三个 entice entice 这都是勾引某人 去做一些不应该做的事 尤其像seduce和entice 这些动词 还往往有些性暗示 有方勾引异性 尤其是那些不安事事的异性 就是去做一些 很不好的事情 勾引他 什么什么 做一些不好的事 总而言之 大家都知道了 我们看一些例子吧 你看咱们以前举过一个例子 就是在Friends老友记中 这么一个片段 你看 我们把这先听一遍 看看这个 这个是怎么说的 I guess I set up the video camera to try and entice Joey but sadly I could not be enticed 他说呢 但当时就是 就是Monica跟Chander 我们她看过这段 在谈恋爱的时候 两个人搞了点情调 在床边弄了一个摄像机 想把床上镜头拍下来 结果被朋友发现了 说你这干嘛呢 你在床坡边弄摄像机在干嘛 这个Monica就瞎编 她不想让朋友知道在拍拖 说你看我猜呀 我在床旁边set up 就设置好了这个摄像机 是为了try and entice Joey 是为了试图勾引Joey try and do 李老师多次说过 try and do就是try to do的变形 就是试图去做 但是Joey说 but sadly I could not be enticed 但是咱们是不是以前讲过 sadly可以表示很遗憾 遗憾的是 大家还记得吗 我们在23个 这个够有所爱里边 讲过 sad可以表示令人遗憾的 很遗憾的 你勾引不了我 我不能够被你所勾引 就凭你长的德项 勾引我没门 咱们的片段再听一遍 看第二遍能不能听得清清楚楚 I guess I set up the video camera to try and entice Joey but sadly I could not be enticed 这是注意 我们这个出现的几个吸引 引诱诱惑 但是今天讲的几个词 一般来说都是贬义词 我们以前在第九课 讲过更多的一些吸引 什么引诱 很多中性的表达 但是我们今天讲的几个 一般都做贬义词 那么更多的一些吸引 咱们可以复习 当时在第九课 fascinate那个动词里 讲过的一些变化 好 这个勾引引诱 这个动词 我们跟老师就看到这 好 下面咱们来看一看 另外一个重点词汇 就是讨价还价 这个生活中 大家可能都离不开 除非你是二代 对吧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这词 慢慢来一遍 bargain bargain 注意不要读bargain 它是发nn 在那边 bargain bargain 与某人讨价还价 这个词呢 光级单词本身不行 为什么呢 不会搭配的话 不会用啊 这个 搭配特别简单 bargain 注意不及无动词 with somebody over or about something 关于某个东西 与某人讨价还价 这个词是不及无动词 关于什么东西呢 放在借词over 或者是about后面 你比如说 我关于这个茄子的价格 跟着小贩在讨价还价 是不是可以这么说 he 就是他了 he bargain with the vendor over or about the price of the eggplants 他有关茄子价格 跟小贩讨价还价 两块 一块 两块 一块 一块五吧 讨价还价 这个vendor 一般是表示 街头的小商贩 走街串巷的 小商贩 一般不是那种大的座商 就是什么 春天卖汽水 什么夏天卖凉粉 秋天卖花生 豆腿卖瓜子 这些小商贩 他跟这个vendor 我们再读一下这个词 字母V出现 上牙处下唇 慢慢来变 vendor vendor eggplant 就是茄子 这是美式的用法 像鸡蛋一样的这个植物 这是关于这个茄子价格 跟商贩讨价还价 看到bargain with somebody over or about something 这搭配 相信大家都会用了 但讨价还价 动词特别多 未必 我们一定用bargain 这个词 还有一些跟它 类似的词汇 比如说 可以用动词haggle haggle with somebody over or about something 关于某个事情 与某人讨价还价 用这个动词也不错 跟老师大声再读一遍 haggle haggle 也是与某人讨价还价 刚才例子和替换词 he haggled with demander over or about the price of eggplants 意思是近似的 只不过haggle 这个词呢 一般语气更重一点 更强的 争的脸红脖子粗 两块五 两块四包八 两块四包九 争的脸红脖子粗 更激烈的讨价还价 但确实出现的含义是类似的 而且大家看到搭配完全一样 一般来说怎么替换起来 问题不太大 问题不太大 下面我们看一看 还是在Friends老友记 这个老的经典美剧中的一个片段 当时买戒指的时候 有这么一个对话 咱们先听一听 有个get rough idea 有个大致的印象 当时呢 这个里边是这个chandler啊 要跟monica订婚了 外国有规矩订婚 你得给人买戒指 接到了珠宝店 他带着这个phibie两个一块来 phibie是讨价还价的行家里 说带着一块来了 chandler突然看见一个 哎呀这戒指太棒了 说oh this one's nice 这个太好了这个啊 I like this one 我喜欢这个 sir kind sir can I see this one 亲爱的先生 过来过来帮忙 你能不能把这戒指拿给我看一看 看是这个戒指的 phibie过来 wait a minute no this is the reason you brought me 等会儿等会儿 你你你你你 你别买 为什么呢 这就是你带我来的原因嘛 为什么我跟你一块来呢 白来了嘛 你的大男人不会讨价还价 我会跟你讨价还价 ok他说 I know how to handle 就像那I know how to bargain 是一样的 我知道如何讨价还价 so let me handle this from here on now 所以现在从我 从现在开始 让我来处理这事 let me handle this 大家还记不记得 我们在第七和残超见别组 讲过动作 handle handle相当于deal with 或者什么 cope with 处理应付处理解决 我来处理这事 from here on now 是个比较口语化的搭配 就从现在开始 从现在往后 都是我来处理 这事教过我 你甭管了啊 你买就买贵了 我们再读一下这个 从现在开始 大声来没 from here on now from here on now 注意这个连读啊 你看 from here on now 这个o跟前面in连到一块了 我们大声在那边 from here on now from here on now 从现在开始 从现在开始我来处理这事 结果这个大钻剑 卖好几万美金 菲比说 老板 我给你十块钱 这老板差点打他 这个讨价还价 不能太过分 我们把这片段再听一遍 看那第二遍 能不能听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好 我们再来仔细的 来听一遍 oh this one's nice I like this one sir kind sir can I see this one this is the reason you brought me okay I know how to haggle so let me handle this from here on out let me handle this from here on out 从现在开始 我来处理的是 I know how to haggle haggle跟bargain 类似 跑家换家 但是我们这个bargain呢 掌握到这个地方 显然是不够的 为什么呢 因为bargain生活中 还有一个特别特别常用的 当名词来用 当名词来用 常见的意思可以表示便宜货 买到的廉价的便宜货 这个时候呢 它类似于名词形式的buy buy做动词是买东西都知道 做名词也可以表示便宜货 it's a real buy 这真是个便宜货 it's a bargain 这是个便宜货 这两个可以看作近义词 甚至是同义词 我们看在走遍美国 这个经典美剧中的 这个口语教程中的片段 这两口的买房子 房地产中介呢 are you real estate agent 他这么来说 我们听听看 是怎么说的 好 开始 你看他怎么说 这个呢 他们要买房子吗 就中介拿出名册翻 翻看哪个房子 适合他们的要求 然后中介说 oh my 就是什么意思 就是哎哟我 我的 本来应该说my god 但是这个god 在很多基督徒眼中的god 只称呼这个god这个词 不够尊敬 所以哎哟我的 就把后面的god去掉 还有人说oh my gosh my goodness 都为了避讳 说god这个词 这并不太好听 中国人也会这么说嘛 一般说 我要说一个非常难听的字 他不好说了 像以前就 我靠 就把那个难听的字 错过去了 现在还流行 我去 哎哟我去 我了个去 跟这个从表达类似嘛 oh my 我去 对吧 就这么一个 here's a real buy it's a bargain this house just came on the market 这真是一个便宜货呀 this is a bargain 这是个便宜货 这个房子刚刚才上市 你快点买 要不然那被别人抢走了 here's a real buy it's a bargain 意思一样 都是便宜货 把这片段我们再听一遍 oh my here's a real buy it's a bargain this house just came on the market 你看 here's a real buy it's a bargain 其实意思一样 也可是here's a real bargain it's a real buy 等等都可以 总之是便宜货 我们复习家 bergan两个意思 第一个 表示讨价还价 bergan with somebody over or about something 第二个表示 买到的便宜货 就好了 这个词重点 跟老师看在这